我有一次真的去公司有嚇到說 為什麼二樓有一些就是喝完的酒瓶 為什麼 陳彥韻來過公司 他說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人來還要被中線 還是老闆 不是不是不是是Dino 我說嚇到 為什麼他為什麼來公司喝喝 然後他說因為他要就是更靜下來 然後很認真的要跟大家經營這個節目 他的節目 所以他就先藉由一點點酒精來面對他的節目 所以你每錄一集Dcast 你需要先喝多少酒 多少酒已經進入這個狀態 其實是前期啦 大概前十幾左右都會配酒 然後 一手 沒有沒有那麼多 但是也不是喝太濃素太低的 就是喝到稍微有感覺的時候這樣 因為我其實很不擅長自己一個人對著麥克風講話 那當初到底是誰挖這個坑給你跳 你知道嗎 經紀人 就那一邊那一跳人對不對 有人點頭如搗蒜還算有所承擔啦 自己很想要開直播 只是每次都是 譬如說我自己開直播的時候 一定是就是喝醉酒的啊 喝醉酒的時候就自己開起來 就亂聊 因為 你下次可以提前預告 然後喝醉酒直播 我們大家一起去看 是 沒有沒有 現在沒有這個習慣 其實《金情歌頌》也算是 大家有看過的一面 就是我唱歌的一面 只是說更Live 更簡單一點 每一集都是我都會收集 大家想聽我唱哪一首歌 然後也會寫原因 但那裡面也有很多有 大家有跟我分享 就是難過的事 開心的事 然後也有喜歡我的原因 喜歡聽我的歌的原因等等 就是我都會有有感動的點 然後也也想要就是 持續唱下去的那種力量 就會很默默地會從那邊得到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 我有在他直播下面一直留言 但他又不理我 那粉絲有發現嗎 有 粉絲叫我唱 不是 你直接去連麥好了 有一些平台是可以連麥一起唱的 我是故意點那種他很高音的歌 就是也是挖根給他 對對對 然後 沒有沒有 他變滿的強大 我都回他說 你來 下次我去找你 然後就你唱 也對齁 不 か 晚上 過 可 沒有 過 那麼 很好 碱